激情过后一切都回归正常 不确定性的因素也就正式告离了 那么今天假盘前先请各位看一下 我这两边的测标 今天大盘跌了221点 王瞳发出了第85个红包 好我们要开始正式进入解盘 今天是2022年11月28号星期一 哇距离王瞳100个红包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快要打正了 因为王瞳答应过你 今年要发100个红包 好了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早上王瞳发的盘讯 看清楚啊 早上9点08分 大盘已下跌141点开出 今天盘是低盘开出还未下探 低点在14540点附近 结果今天低点达到14503 14503看到没有 然后会慢慢拉伸缩小跌幅 今天会收黑 盘面个股表现 今天要先观望一下 这是我给你良心建议了 你如果看不懂盘 今天最好先观望一下 观望什么呢 看看明天 明天还需要再看半场 我现在直接解盘了 告诉你啊 今天11月28号礼拜一 今天第一档有承接 第一档承接力道很强 那么你说今天盘到底要跌什么 今天盘主要在跌台积电了 2330看清楚 还有跌2303 对不对 还有跌6505 看清楚就这么几档 其他没有了 所以王童今天告诉你的嘛 盘是电子的正规军 还是一样活蹦乱跳 往上窜身 还是往上涨 那么你看一下我这边写的 四星KY3661 是不是收红的 大盘跌啊 他收红的 另外呢 还有什么 3592 瑞顶 大盘跌 他收红的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啊 还有你要开始看 5299 5299要竭力 竭力今天收红的 再看8261 你看看腹底 都是收红的 看到了没有 所以这个盘不会差 这盘不会差 那么你说这个盘 到底要何去何从 我就跟你讲 你明天先观望一下 还需要观望半天 我直接写给你的啊 还需要观察半天 为什么要观察半天呢 看看今天低点 明天测试的力道如何 我在这里顺便跟你讲 今天低点 14503 明天破与不破 接近低点的时候 都是买点 这样够不够啊 够了吗 对不对 你重要的就是要能够知道 未来会怎么办 而不是看图说故事 好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看一下王同发的红包 在上礼拜五 11月25号礼拜五 恭贺各位8183 金星 市价出在58.9到59元 我们买在54.2到53.8元 这是今年第84个红包 这是上礼拜五发的红包 那么你看下今天 今天王同发的红包 看清楚啊 11月28号今天 11点04分 恭贺各位 321台加速 市价出在27.25元 我们买在24.9到24.8元 这是今年第85个红包 看到了啊 王同已经发了85个红包了啊 再来 明天的盘 我也稍微跟你讲过了 那有关于到黑手的动向 还有 今天我会在 标马股影音里面 介绍一档个五个零 那么现在开始进入标马股时间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资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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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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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嗯 arm 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